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这一次呢我们阅读基因会为各位带来这本书叫做《残尾理论》 它的副标题是《打破8020法则的新经济学》 作者呢是克里斯·安德森先生 由天下文化出版在2006年的9月29号出版 《残尾理论》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于很多听众朋友而言 我相信是一个新的名词 那今天呢这个新的名词怎么样会在我们 不管是日常的消费或者是你是一个要建立事业的人 会有什么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结构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那我们这么特别的话题也请到一位很有这个荣幸 请到一位教授来帮我们谈一谈这本书 而这一位呢是台大国际企业研究所的教授 他呢也是这本书的导读的作者 赵一龙先生赵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 大家好 赵教授我刚刚提到就是 残尾理论这是一个很新的名词 那对于很多没听过的朋友 能不能可以很简明的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是残尾理论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大家对残尾 什么叫残尾一定是很关切的 对 那所谓残尾就是说 其实有两个现象 那么第一个现象其实就是现在在这本书作者所看到 在一个数位化或者网络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通路商或者是所谓的网站经营者 他面对到的产品跟听众其实是很多的 对 那他会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热销畅销的产品有就到头 那头呢可能大部分是短头比较多一点 那过去认为说那买到第1万项或第10万项的产品 大概就下市了 下价了嘛 可是网络世界不会这样子 而且到第10万项甚至第50万项 还有产品还有人会要买 他发现这个现象非常的长 就那种很冷门的还是会有人要 总是在世界上可能是日本某个地方的产品 台湾有人要 或者加拿大的某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 然后在非洲某个人要 这种现象里面一直都有 虽然单品的量不多 可是这样加起来的产品就非常多 所以他就把这个厂尾 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可是这个现象里面 还有业者去把它经营它 那这个跟实体通路里面是个很大差别 比如像便利商店好了 可能一千多项两千多项 那卖到一千多项一个月卖一件两件 就准备下价了 再大的店好了 像台湾的比方说家乐福这种量饭店 他可以卖到几万项 可是卖到后面不好卖 他就一定是换新品是换嘛 可是在网络世界里面 那个万或者十万或者是几十万 这种现象一直都有 像Amazon的书很多也是这样 他没有但是他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 能够再订货能够再采认交易的机制 所以被人说这本书做的就是想要来看看说 这个常委现象到底是只在网络世界有吗 对 然后如果网络世界的话 它审认经济的现象是什么 供给跟需求跟交易是怎样 那如果网络世界有以外 其他世界会不会有 对 过去有没有 其他的行业有没有 他发觉其实都有 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依照您刚刚提的 他其实对传统所谓的经济效益 这件事情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一个边境商店 他货架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他每一样上架的东西 他要去评估他的经济效益 没错 那他货架成本各方面 可是我发现 如果从常委理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经济效益的这个 这个名词的这个解释 以您教这个企业发展而言 我看会有一定的颠覆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点谈到 后面的这个理论上的原因 虽然这个书名其实没有讲理论 这两个字 只是我们国内编的时候 把它加上理论这两个字 但是如果从供给跟需求 还有市场机制 就是有买方有卖方 可是他们不见得会成交 来看的话 他其实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网络世界里面 我们叫做边际成本很低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录音一个档也好 或者是一个音乐 只要他一个很正常的收集 他放在网络上 只要没有成交的时候 他挂在上面 现在记忆的容量也好 搜寻的成本也好 都已经很低 当然油分的成本是被广告商 或其他经营所分摊掉的 那因为他挂在上面的边际成本很低 所以只要有顾客一个人 远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 可能离这个产品 可能比如说一本书的某一部内容 可能隔了十年 他需要他的边际付的钱 我们叫边际收入 会大负他的边际成本 所以这个交易机制会存在 那实体通路里面就麻烦 就是说他要进这个货 他要挂在架上 他总是要人去管理他 不管你他 电脑档案里面 他肯定要定时去搜寻 所以他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等于边际成本跟边际收入 让市场机制可以来运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对 那在常委的部分 他其实是去耕耘每一个不同小众 甚至于分众的一个利基 那这样子的话 大众市场 他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大众市场会不会因此就消失掉了 应该这么讲 就像我在书本上 其实我一开始讲到 有的A类跟B类跟C类的产品 就说传统上认为说 我们应该把主力重心 最好的货架空间 最优秀的经营人才 去照顾A类的客户 比如说很多公司里面就有VIP客户 不然证券行业也好 A类客户当然要照顾 就是主要的大众的主要主力市场 那B类是刚好不上不下的 C类是说 这个市场里面其实是很浅很薄的 但是数量很多 这样的客户很多 我刚刚譬如说 就是说畅销品 一个店里面一万多项 畅销品可能不到10% 20% 就像我们传统的80-20%法则 对 那80%剩下的 或70%都是属于C类比较多一点 或者像一个证券公司里面 大户 或者是银行里面的所谓的 叫做VIP 理财专业要负责大户 大户当然是有A类会的 可是更多数的人 可能是C类的客户很多 现在就是说 C类量很多 但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单品 每一个需求者 我有一个机制里面 把C类加起来的总数很多 这就是书上里面讲的 第二个标题 就是这个长尾其实是很长 如果长尾很短 就C类很短的话 那可能就 不太需要去经营它 可是C类因为很长 那我用一个很好的机制 来经营它的话 那就变成一个很成功的 我有想到一些例子 来帮读者大家来了解 这个AVC类的 或者是所谓的长尾的线样 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比喻好了 一个航线 比如台北飞西雅图好了 航班 那一定有头等舱 A类 重要的客户 票价可能很贵 经济贵很多 那商务舱可能比较少一点 经济舱一定是比较大的 对 可是这个叫端尾 对 以长尾里面的观点来看的话 因为一架波音747 在400个人左右 他可能有300个左右是 或者200多个是坐经济舱 商务舱就是比例 头等舱更少 可是头等舱可能获利比较多一点 对 可是以总数来看的话 一定是经济舱或是主力 那 可是他不管怎么样 他才200 神尼亚波音飞机来讲 只在400个上下的客人 对 可是长尾来讲的话 不是400个 他可能是4万个 可能是40万个 就后面的尾巴非常长 那这个有个机制里面来运作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让我们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就是因为后面就很长 所以我用一个很好的机制 来run的时候 他就变成 你也可以说是他大众市场 虽然每个人票价比较少一点 可是这样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甚至这些C类的经济商 可能一年才飞一趟来回 比不上商务舱的 或比不上头人舱的 可是他加起来的量 就比较多一点 这是书上写的第二个副标题 就是 Selling less of more 就是我们卖一个人 可能一年才一次 或一年才两次 可是因为这样的人很多 就是坐经济商的很多 或者在网络世界里面买单品 或者买两个人 可能有几十万个人 无言佛戒 所以变成说这个里面是一个 让我们在想的时候 它其实是加种的一个效果 那样子 其实像您刚才提到这个 就让我想到书中有提到 就是说 所谓畅销市场其实是品项很少 只卖的很多 所以它是一个相承的关系 所以等于很大 可是长尾市场 它的威力不亚于畅销市场 是因为它的品项很多 虽然买的人 各项买的人很少 但是这样成长还是很大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 商务舱经济舱的例子 那因为书中提的大多数都是 跟科技产业有关 也的确 因为整个科技的发达 尤其网络化 它给长尾一个算是很肥沃的土壤 那有没有一些 除了尤其最近的例子 除了一些网路上的例子之外 有没有一些其他 可以让我们更能够去了解 长尾的一个精神 这个其实跟 它其实因为是我们讲 消费或零售市场 它其实跟一个社会文化 是有关联度的 这个书上的里面 它讲美国的社会文化 讲一个例子 那叫做Sears 就是美国曾经是最大的百货公司 对 那Sears 可是台湾 台湾也好 或者是我们听华语的世界的 一些朋友 可能对Sears不是很了解 对 他讲Sears在1893年的时候 他们是做 等于是叫行路游购 所以他很早就用长尾的概念在乱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 还没有现在的洲际的 公路运输系统 没有汽车就对了 所以他变成说 每个家庭里面 可能他买的 家里厨房要用的催具 或者是农具 或者是手表 或者是衣服 其实每个家庭可能就买一套 或者是一件 可是他用油购的方法里面 美国家庭很多的时候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用长尾的方式 在乱 就是每一个人买一个单品 可是他用他的方法里面 用美国的邮政系统 其实用马车配送 然后用以前的火车 配动到大点 再混乱到小点 他一开始讲这个例子 是让很多人想法说 长尾里面并不是 就是.com 泡沫化之后新出现的东西 他其实很早就有企业 用长尾的概念在乱 像是在1893年上上个世纪 在乱 就会有这种情况 那回到我们最新的case好了 我刚刚就最近在思考 我们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叫Mohammar Ginnis 在孟加拉开个银行叫Greeman 他的方法里面 他其实他得 他不是得诺贝尔的经济奖 他得的是一个和平奖 但是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他用小额贷款 放款给孟加拉的一般的民众 这是很贫穷的民众 我看过一些资料 说他平均 就贷款换款的话 是250块美金 等于用台币的话 大概就是7000多块 这样子 然后用人民币算的话 就可能只有多少 剩下8吧 就是差不多 也是2000块人民币这样子 那像这样的额度很小 他放给对象非常多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一般经营银行的话 一定是找那种 比如说大客户 就是我刚才讲A类 就是大客户 一次贷款就100万美金 或者50万美金 然后我放一个100万的客户 比方250块美金 你要换款要多少个人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钱 而且小额放款 他说不定他还不起 我们说他有没有抵押品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Unis他设计一些方法 在经营常委在孟加的市场 让他们能够 他银行也赚到钱 让那些他放款的对象 用女性为主 他们做一些机制 创业 然后又互相连 连保连贷 那样的方法里面 让他们也能够赚到钱 等于是双赢 所以等于是他帮助很多人脱贫 那他等于是 就是有点像刚刚我所描述的 在验证 或者是不能说验证 就是说他用的方法里面 也是把C类市场 当作很长 用个机制在经营 那同时他也干了A类的大客户 B类的客户在做 不能把C类放弃掉 因为他发觉这里面的确是 只要用一个很好的机制在Run的话 也可以把他经营的很好 换句话说 常委不一定是在网路世界 对 刚刚讲到Sears 那种行路有过很早 结果在做 然后我们最新的Case里面 在金融业里面 他也用一些方法里面在Run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让我们来 引申很多的思考点 对 而且我觉得 我记得您提到这个例子 让我想到前一阵子 我看大爱电视台 它里面有一个访谈 就是谈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他们在孟加拉当地 是怎么去实践这个部分 他里面提到一个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 假设你贷250块美金 里面有一个不知道多少percent 是一个很小的percent 是强制 强制你要等于说 当这个银行的小股东 这样子 对 然后让你跟那个银行 更有归属感 因为如果那个银行 有一部分是你的 你不会不还钱 甚至于你身旁周遭的亲戚朋友 全部跟这个银行贷款 你也会催促他们 你记得要还钱 所以我就觉得 这让我想到 其实 常委它里面是很多的小众 很多的小众 它其实是个别 我觉得那情感的联系 会比那种大众 那种铺天盖地 可能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系 的那个是很有差别的 所以小众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社群 小小的社群 但彼此很紧密 但也因为这样 它的力道就很强 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可以再延伸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看看 这本书的话 那里面内容 有提到两个观念 一个叫做 Aggregator 整合者 一个叫Filter 就是所谓的筛选器 或者过滤者一样 对 你刚才描述 那个 那个银行放款的人 就是 因为银行 它本身用一个机制 把整合 把它们存在一起 可是 每一个放款的人 变成股东 也好 会互相连贷 或连保 它有点是变成过滤器 因为你贷款 我帮你连保 或者是连贷的话 其实我也有责任 我会筛选的人是说 他本身拿的这个钱 不是把它吃掉 喝掉 消费掉 他是打算创业 做一个小的 小生意 那你在做 我也是当你连保 就像 我也变成一个筛选器 我也是推荐你 因为我也会帮你 或者是变成你的顾客 这样来做 所以这里面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就是说 C类的产品 C类的市场里面 有一些机制 是由整合者 加上过滤者里面 在推动的事情 它跟A类市场不一样 A类市场可能就 大客户 或者是畅销品 大家看到 就跟进 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一些 特别的经营方法 对 其实谈到这边 我觉得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一定听得意犹未尽 那我很鼓励 所有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看这本书 那我们第一段的访问 先到这边 在接下来第二段当中 我们会谈一谈 因为常委更深入的 它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到底有什么样的 随着时代背景的演变 让常委渐渐的 在我们身旁 不管你有没有感觉 它不断的影响 我们的everyday life OK 那我们第一段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 凯宇 接着呢 我们进入常委理论 我们的访问 访问赵玉龙教授的 第二段内容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常委理论一个 基本的概念 那赵教授也很 热情的 帮我们分享了 很多很多的例子 包含诺贝尔奖 最新出炉和平奖的得主 那赵教授 我觉得接下来 我蛮想 跟大家一样 同样的问题就是 常委他到底 怎么形成的 他难道就真的是 网络时代来临 这么单纯吗 有没有一些 更细致的东西 可以跟我们谈 其实书上讲 一开始讲一个 讲一个例子 讲说一些书啊 可能写得很好 我把书名再把它找出来 给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好了 这个因为中文的书 它有些翻译的音 已经慢慢的改变了 对 对不起我把它找出来 他开始说 有一本书是叫做 潘越电风 冰风 讲到潘越喜马拉雅山的过程 这样子 然后后来发觉说 那本书大家觉得 潘越喜马拉雅山 因为是世界第一高峰 他觉得这个书很好 可是他出来以后 在网络世界人家传说 其实这本书 虽然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的过程 可是他写的书里面 其实不如另外一本书好 那本书其实是以前写的 可是因为没有推波助 没有推得很畅销这样 在行销力上面没有那么强就是了 可是因为有网络世界 所以这本书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 他本来已经默默无闻 或者要下市了 就是在私立书里面这样子 后来就把它带回来 换句话说这里面有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 这个行程里面是这样 就是他并不是书商 或出版者来决定这本书上销 不上销就慢慢 第一版印完就下架这样子 就市场里面有其他人会 看过书的人 他会写一些书评 然后有些引起别人在看 会有滚雪球的效应 换句话说有很多坡里面是在 不同世界里面 就是说以前推荐的是要专业的书评 对 或者作家 或者从来这个领域里面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在网络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我们叫影响者会出现 没错 他会汇集起来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影响者 是来自四面八方 对 那在网络世界来看的话 比如说现在像YouTube 其实大家都自己在写他自己的东西 对 或者在部落格里面 其实每个人都租了一个 MySpace MyPage 他自己利用 他自己贵品 只是说这个过程里面 有人知道会形成一些同好 他是有一些方法里面的影响 这些人 传递这些信息出来 所以变成说 就是说 生产大众化 在网络世界里面 就是Nobody 或者是自己是一个人 他也可以用方式里面 传递他的community 他的一些讯息 他那些人可以传播出来 就形成了一个力量 那因为他制作的成本 其实也很低 用常委理论的 书里面的概念仰望 这世界里面有很多的 专业业余者 专业业余者 Pro Amateurs Professional 跟 Amateurs 因为 因为有些人都 除了他的专业工作以外 或者是他的工作 本身就可以让他 比如说他是摄影 他玩数位相机 对 他玩数位录影 有些人用MIDI 用他编的曲子 有些人就是喜欢拍一些东西 去吃美食 对 有些人又是对民宿 特别的有兴趣 然后去一个地方 他有他的想法 他其实他制作的时候 他就是个人的 Amateur 业余者 他就做的也蛮有水准的 当他po在一个地方 或挂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又有个人会传递出去 好 那这里面就现在第二个 就是所谓的那个 配销 大众化 或配销民主化 刚刚比较Aggregate 我们刚刚也描述这个概念 就这里面来讲的话 刚刚也讲 YouTube 也好 或者是音乐分享 像iTunes 也好 或Amazon 你买的书 后面的评论者 很多都不是你认识的人 那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配销大众化 或配销民主化 能够传递这些讯息出来 那 也有生产者 也有配销者 再过来就是后面的 这里面有些机制 让这些人能够整个 把它串起来 所以这里面就是 有人推荐 有人传递 所以 你慢慢就知道说 哪些人是 是怎样的情况 那 其实这里面的背景就是说 刚刚我们讲Pro Amateurs 其实有一部分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 大家对那个 所谓以前 讯息来源比较有限 比如说一个流行歌曲 以前什么 Top 10 排行榜 或者是说十大新闻 什么新闻 或者什么畅销书 就你听一听以后觉得 大家都喜欢 你也不见得 Buy in 那样的想法 所以变成你有自己的 不同的信息来源 那其实整个反映出来说 现在 的 生产者 Pro Amateurs 还有现在的消费者 他慢慢的形成一个 又 有点独特 或者他有自己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是有一些信息的来源 他用自己的方法里面 在搜寻这些信息 这些消息 其实这个消息里面 在网络世界 或网络世界以外的 其实老早也慢慢有 刚刚我描述有几个Case 我记得上次在某个地方 已经讲的时候 我就讲说 像如果各位对那个Swatch 或Smart Car 有点概念的话 其实他也是一种 个性化 专属性的 就是限量的款式的手法 像Smart Car也好 你可以一两年 就可以改变他的门 车顶 或者前面引擎 就可以排列组合 当然 你可以加上自己的风格在上面 那这里面其实变成说 他有一个个性化 特别的需求出来 所以这几个串在一起的话 就变成说 慢慢说 有个人的需求 那这样的人很多 就C类的市场 就慢慢就变大了 那这里面教育的平台也有 Aggregator也出现 这样又可以慢慢把它塑造起来 那如果谈到这边的话 其实 照这样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生产 不管是在配销 和不管是在怎么样 让我们搜寻得到讯息 怎么去连结 都已经变得是一般人 几乎是随手可得 那这样的话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作者在书中有提到 传统古典经济学里面的一些假设 就是说可能资源有限 等等之一类的 那如果这样提的话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会很好奇 那他是不是一种可以去颠覆 传统经济学或者传统经济概念的一个说法 OK 应该这么 我个人是对那个所谓的传统经济学 好听起来是有个现代经济学 跟传统经济学这样分 那其实我们讲一个经济学的原理 有些地方其实是受到挑战的 对 可是有些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他是要用新的方式来解释他 嗯 例如说我们讲就是这个 这个常委理论 其实有描述一部分是常委的市场 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他其实在网络世界里面也做A类啊 你有一些 一些歌你还是要主打 你有一些影片你还是要来主 你A类的产品会有 只是C类变得很大 可是C很大的时候在这个状况上这样 有些经济学的概念 要重新诠释他 嗯哼 例如说我们常讲说那个 市场的交易就生产到什么地方 就是编辑收益等于编辑成本 就是Marginal Revenue等于Marginal Cost MR等于MC 就是我自己最适当的生产点是这样子 那对一个整合者 对一个提问 比如说刚刚提到iTunes 音乐下载 他可以放几百万手在上面 其实没有什么成本费 但他的MC Marginal Cost 其实是逼近于零 但是他有没有他经营的整个的固定成本 跟变动成本要分摊 有 他还是有 对 他可能是由其他的厂商来赞助啊 可能广告啦 或者是有厂商觉得他新的设备出来 现在都被几个大的品牌 他还要挡住了 他愿意free 让你用个两年三年 可是下一次升级的时候 他希望你用他的产品 他再慢慢来跟你 跟这个整合者来收费 换句话说 短期来看的话 MC几乎是等于零 嗯哼 那MR呢 他只要有顾客愿意付钱 有个收费机 比如说iTunes 你买一个iPod 固定一些成本 那你其他download 可能用其他的费用来算 虽然很便宜 有些heavy users 他可能一个月下载了300首歌 他算一算实在是超便宜的 超便宜还是有MR嘛 你还是要付钱 你可能不是有设备在付钱 你就是分开每个月费 比如台湾的有KKBOX 那像这种情况 他还是有收费机制 就说 只是MC很低的时候 MR也可以很低 所以每一个人 其实都付的月费都很少很少 加起来刚刚讲 CE类市场里面是很大的 这算起来他还是有 经济学的概念在工作 所以我不认为说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讲说 什么传统经济学不适用 那意思是说 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经济学 可是我觉得 只要把原来的经济学 或者是我们讲厂商理论 把它弄清楚 它其实是想到 我们转变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用什么方式 来创造一个收费机制 而不要每一笔都算得那么清楚 因为顾客很多 那我还有其他的协力厂商 赞助厂商 或者很多试验的野心的一些方法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用顾手到说 我进入每个顾客都要把它 进打细算算到那么清楚 因为我是看整个 Total Revenue 跟Total Cost 来看这个事情 您刚才前面还有提到 现在因为随着 随着常委的出现 很多的专业业余者出现了 那这些专业业余者 对于所谓的专业专业者 会不会有一些冲击 就是很多 因为他书中有提到 因为他本身的工作 他自己当过编辑 那他也受过这个 这个常委市场 等于说这个常委理论是他发现 而且他也是受惠其中的 那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种传统专业者 在这个状况之下 怎么样生存 或者是 有没有一些冲击或对策 就更专业吗 对 专业更专业 不过这个也是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那个 因为 因为这个世界 刚才我们描述到这个事业 也是一个 跟十年前二十年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人 越活越久 就平均寿命啊 可能七八十岁 然后五六十岁就退休 所以总是要寻找个 在退休之前就寻找一个 叫做第二专长也好 或者第二专长也好 比如有人去学烹饪啊 或学什么东西啊 五六十岁也好 或者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Wikipedia 就危机百科 就是 提供的东西都不是那种专业的 编那个字典编词点的人 也不是科技专家 可是有些人在足科啊 我记得上次 我也在网络上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那个 好像是足科 好像是联电嘛 一个工程师讲那个 房屋设计的时候 用那个 IC版的线路图来设计 来看那个房屋的格局啊 就是一般买的房地产 我觉得他写的也很好啊 就是说 看房屋的这种 layout的啊 看房地产这种东西 什么大工小工 还有很多的配置东西 以前都依赖房地产的所谓的专家 可是 可能足科或另外一个领域的专家 他可能有他另外的角度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解释的也很好 那他也算是个业余的专家 说明对原来的所谓的房地产专家 他又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所以像维基百科 有人在上面写啊 就是根据他看到的东西来写 我们最近那个 他想讲 书上也谈到一个就是 电视 新闻吧 或电视的主播吧 其实电视新闻 现在频道越来越多 以前主播可能就蛮有 专业嘛 他新闻采往的角度 对 我们不好意思讲台湾的 的名记者好了 或主播好了 可是现在 其实很多人都有他现场 他看到一些讯息啊 他用他的vide 他用他的部落格的方式在写 正道过来讲 电视主播他也是要开部落格 因为 电视台的那个 播新闻的整点新闻的时间有限 他很多的观点 他没办法在 半个小时之内 把那个新闻 他的个人的一些观察 或者是他的 搜集其他档案里面 从报告的东西放在上面 所以几乎所有的主播都开部落格啊 因为他还有空间里面 表示说 电视的 我们叫做 货架空间有限 他的过滤器太多了 那只要上到网络 可以上来洋化 可以扎很多东西 所以他们那些专业的 也变得业余整 就是说专业的新闻的主播 也变得业余整 对我记得前一阵 去年还是前年吧 就是那个 出了一个很大的披露 一个国外 很有名的主播 好像叫丹拉瑟 他那时候报那个 对他报那个 好像是小布希 的一些问题哦 那后来 之所以这个事情会被 注意 延烧 就是有一个也是部落格的 写 就作者 他也是 OK 在新闻有一些独特的观点 收集到一些资料 就就爆 爆你这个丹拉瑟乱讲 就 这个一世英明啊 三四十年的 新闻专业 对啊 回忆一旦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其中 随着这个多元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我相信常委市场哦 不管对于大环境的 这个多元思维有很大影响 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人的 生涯发展 或者是对于个人 自我的一个定位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影响 那我们在 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要先卖个关子 因为我们在接下来内容 我们来谈谈这个部分 因为我相信这一定是 很多朋友关心的 没错 我们谢谢各位的聆听 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着我们就进入常委理论的 最后访问内容 访问的对象 是我们的赵一龙赵教授 我是常委理论的 书的导读的撰稿者 对 赵教授其实我们 听你这样两段谈完之后 其实我很少碰到 受访对象这么认真 因为各位是 你没有 你只能听到声音 你没办法看到视觉 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跟各位听众 报告一下 我看赵教授 他来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他手边不仅是书 书里面 这个贴满标签 然后又拿他自己 自己做的 PowerPoint的工程 分享很多资讯 所以各位朋友 你们今天听到这一段 免费下载 你是赚到了 OK 那我们在之前 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常委理论 它没有错 它是一个现象 它可能是一个 市场行销模式的 一个转变 可是呢 我觉得任何东西 应该回归到个人 既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它活生生发生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如何去选择 比如说 传统的学校教育 都教育每一个人 变专业的专业者 可是 明明 现在的时代 是很多的 专业的业余者 反而他所占有的影响力 他各方面 已经超过了专业的专业者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在我们生涯选择上 应该怎么样 以您的建议 尤其我们听众很多 都是 还在自己生涯路上 宰富宰成的 对 我先开个头 等一下麻烦你再接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 我跟凯宇年龄层 是有点差别的 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1957年 所以是50岁左右 凯宇是年纪轻的 应该是七年级的学生 我是六年级 我六年六班 我所看到的书 还有看到我自己 我的学生 或者自己经历过来讲的话 就是说 在常委的现象里面 然后我描述到 其实人越活越久 我们这个年龄 大概活到七八十岁 平均寿命吧 所以其实都有很多的事情 要慢慢接触 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 有其他的 的 的 兴趣也好 或有东西要发展 当然有个可以谋生 做了second career 这书上里面 谈到一个观念 叫做 筛选器 叫filters 他用另外的名字 来描述这个事情 叫做 taste maker 新品味塑造者 比如说我个人可能 对登山比较有兴趣 我对登山 其实登山师每个人 历程都不一样 不一定要听那个 登山的祥导 他讲的 他可能是很专业的 他是那个pro 我们是ameters 可是登山师的兴趣 可能是季节不一样 看到登山的人不一样 比如这个季节 现在是十月 橘子开要准备上市 你们都不知道 登山的时候流了汗 以后在山上拨个橘子 扒开来的时候 那个汁喷出来 然后大家吃一吃以后 然后橘子皮 因为自然可以回生 就把它找一个 比较隐密的角落一丢 不算是污染 垃圾这样子 那出去的时候 背了好几颗 回来以后一颗都没有 那流了一身汗 那种感觉就是自己 慢慢去体会 网路上有些人写这个过程 所以我变成说 在生涯上来讲的话 其实在网路世界里面 提供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可能是文学的 部落格的作者 音乐的创造者 摄影家的一些不同的方式 尤其这个部分 应该开于你在 在经营网路 或你看到的这个事情 应该也蛮多的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为什么提到 生涯选择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现在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六年级 七年级 甚至五年级都没有关系 那其实你会发现 环境是很很复杂 然后选择很多 有时候我们常 比如说每天上班 又上的不开心啊等等的 就会觉得 自己的价值意义在哪里 资讯那么多 看到有人居然 开个法拉利壮烂的 然后不痛不痒的 然后会相对自残行 自残行 自残行贿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其实 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发现 其实你如果看到一些媒体 或网路上有一些 所谓的专业业余者 变成 达人啊 对这达人 反而他创造出来 给他自己的效益 或者给社会的启示 反而是超过很多的专业专业者 比如说网路作家 九把刀 藤井树 我相信各位朋友 你一定有听过 甚至于包含 像那个 王文华 我不知道各位有 各位应该都有印象 她那个蛋白质 她那个蛋白质 她那个蛋白质女孩 当初也是在网路上红起来的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 弯弯 一个很有名的插画的画家 各位很多的 MSN 然后那小图示都用弯弯 出港 对对对对 连我电脑前面也贴了一张弯弯的插图 那弯弯他本身只是个上班族 原本一个月领了三五万 然后他他其实只是 他不是为了出名而去画那些 他只是把他在上班生涯 他觉得很无聊 他觉得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对 把很深刻的画出来 结果呢 当他一直去耕耘这一块 被看到的时候 反而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不用上班 他专业的每天做他自己 最快乐最开心的事 但是他可以养活自己 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绩效出来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有时候 各位朋友 各位听众 你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 可是有时候 你会不会 就如同老一辈的人跟我们讲一样 兴趣只能当兴趣 其实当常委市场来年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是兴趣 就不一定只能当兴趣 但是你却是要以很 纯粹的兴趣的观点 去深化他 去培养他 哪怕你是用业余的时间 渐渐 我不知道你的 你什么时候会被看见 可是就如同 各位 像前一阵子 网路上疯狂转记的 这个 一个 我的心遗留在爱琴海 的摄影集 他原本是一个联电的工程师 他只是很喜欢摄影 就他现在联电的事情 可以不用干 他专职当一个摄影家 我不知道运气什么时候 会走到你身上 可是我相信这些人 当初 绝对不是为了要成名 绝对不是为了要卖钱 而去做那些事 绝对是真的回归到自己的内心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有很多朋友 你之所以会谈 兴趣 只能把他当兴趣 其实你有时候是 掺着了一些 不大纯正的动机在里面 你可能想利用他红 往往你越是想红 就越红不了 有可能 对我自己本身经营 越如今会有很深刻的感觉 我越是 把自己忘掉 我单纯只是去推荐好书 谈好书 说好书 访问 访问的对象 也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出版社 开始主动跟我合作 很多 不管是台湾的网友 还是大陆的网友 开始给我很多很热情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都会问我说 越如今会到底 他要怎么样赚钱 我倒不是很care 我反而去care的是 他到底能不能对人有帮助 就如同 比如说像的网路频宽 都很便宜 所以在我还可以负担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能帮助的人越多 我相信他的商务模式 有一天是水到渠成的 但是我还是可以很坚持 我最纯粹的那个点 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子想法也是 能够跟我们常委理论 或常委市场 完全能够呼应 对 我刚刚转头一发现 我居然乱改了那么久时间 不会 这个也是 事实上我在若干的场合 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常常讲说 其实 这是个美国 或者是一个网路世界的东西 其实要回到我们 台湾 或者是华人世界 或者其他地方 他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观察点 那我一开始 我讲到那个 孟加拉 Eunas Mohammed 他做的 他做的银行的 放款方法 其实他不是为了 常委市场去做 他可能是基于他本身 对孟加拉的 社会经济的 贫穷人这么多 他想到一个机制台湾 那同样道理就是说 其实在很多的领域里面 都很伦伦是这样 就是说 你可能在不知不觉里面 就是进到一个常委的市场 然后 可是后来又发现 他有些机制里面 可以来 来耕耘他 我觉得那个机制是蛮重的 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这本书的 我觉得 这个贡献的地方就是说 让大家可以从 每个不同的角度里面 然后用一个比较有系统的 来看到 生产者 然后配销者 然后后面所谓的 推荐者 或者叫做 Filters 这边来做这个过程 所以 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 摄影 摄影的这个例子也好 或者是作家也好 或者插画也好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 都是在这个地方慢慢出现 但是 也要提醒大家就是 因为常委 所以 怎么讲 就是 就是 就良悠不起 对 没错 因为很多 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 每一个 听众 或者每一个在 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 自己要慢慢形成自己的品味 没错 书上虽然的名词叫做 Taste Maker 太多人是Taste Follower 对 可是 如果被一个 不好的 就是说 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些 变成自己的过力性 对 来了解说 生涯上也好 或者说自己工作上也好 或者说自己工作上也好 或什么东西是真正自己的需要 不要人云 亿云 当然人云云也是个A类产品 就是双腰书 这样子 因为现在社会里面 这个慢慢形成说 因为 生产的民主化 消费的民主化 就是我们自己要多 多了解一些自己的 特别的 自己的需求 自己跟身边的 比如说朋友也好 自己的家人也好 自己的家人也好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 一个让我们反省的地方 就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个过力气 对 自己在执行一些 一些筛选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要特别花一点功夫来想一想说 我到底是兴趣在哪里 我需要的东西在哪里 我最近又看到一个统计资料 讲这本书里面的对比 就是80-20法则 它花一些搜寻器 搜寻引擎 搜寻品上面的 Heavy Users 大概占20% 然后大概用掉 所谓搜寻 就是用Google 用什么Yahoo 用什么搜寻里面的 百分之大概68%左右 就20%的搜寻者 Searchers 占用所有搜寻的 连接点 占了百分之68% 就换句话说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C类 比较多 有百分之50人 可能搜寻的比例非常少 这样子 可是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子的组成 所以其实每个人 不管怎么样 都是有自己的 过力气的方法里面 在认识这个世界 那有畅销的东西 A类的东西 自己也会注意 那C类也是自己可能 就是全世界可能 就是只有三个人 了解你自己而已 就你自己跟另外两个人而已 不见得是跟了A类走 所以同时都会出现那样子 我觉得就是 谈到这边 要明确自己的世界观 价值观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尤其当 选择越多 价值混乱的时候 我觉得先要弄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 要不然好像 真的很容易落入一种任意 要不然就是莫衷一事 很多 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 那教授我想说 我们的访问接近尾声 这么快啊 对 这个意犹未尽这样子 OK 那除了这本书之外 它谈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外 以您本身而言 有没有一些延伸阅读 可以跟我们做推荐的 有助于我们去了解 去观察一些 新的一些经济现象 或者是经营现象 OK 嗯 我推荐一本旧书 两本新书好了 一本旧书是 就叫八十二十法则吧 嗯 可是可以 各位可以找 就是我们网路读书 可以吗 对 上网可以搜寻到 八十二十法则 应该是 台湾你有翻译吧 是大快文化 对 那如果 要查原文的话 就查那个 作词叫Richard 嗯 然后Koch Koch 嗯 发音不知道正不正确 这样子 嗯 这本旧书是八十二十法则 嗯 那两本新书的话 是跟 嗯 刚刚后面谈到的 那个生涯选择 跟品味有关系 嗯 嗯 都同样一个作者吧 第一本是叫做 什么 奢华正在流行 嗯 那第二本叫做 便宜是好事吧 嗯 这是中文的翻译 第一本书是叫做 Trading Up 嗯 就是社会世界上很多人都是 往 比较高档式的 设 Luxury 嗯 精品啊 这个方式走 可是同时他又发现到社会上有个现象 是 是往 往 是好事叫做 Trading Up 就是要花钱找到自己 真正自己需要的 嗯 现在人其实省钱 嗯 同时 把省的钱去做 犒赏自己的理由 特别的商品 这个同时在出现 我觉得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 新品味塑造者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给我们 同时给了一些不同的 一些观察点来思考 我觉得这两本书都算是 可以 做现代人的借境 嗯 奢华正在流行和便宜是好事 这让我其实让我想到 那个M型社会 里面谈的 哦对 两极化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因为如果 按照M型社会的思考来看的话 其实 那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两极化的社会 所以 一群人可以很奢华 等过日子 另外一群人没有办法 对 这本书都能同时出现 嗯 那我觉得 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因为现在 一部分M型社会讲的是 中产阶级里面的 其实它本身就在分化 但是因为网络世界 可以让自己 有更多的机会 里面去变成生产者 然后冲造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 很多人那种自己旅游玩意 就自己把自己的 旅游的网誌就写在上面 对 然后就慢慢形成一些 自己的一些 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地点里面的 他自己的评价 不禁得遵照 那个旅游达人 或者美食专家的建议 他有慢慢形成 我觉得这个都是 那我们来看 这个所谓常委 市场的时候 到底 其实我 我有时候用一个 心理学的术语 我知道台语也是 写过心理学 那个 A类 短头 畅销的类型 其他的心理学上 叫从众行为 对 comformity 就是我跟着歌手 我是歌迷 我是影迷 我是跟着大家走 那后面的常委的现象 其实是每个人 在从众自语里面 又慢慢要寻找自我 本身的独特性 uniqueness 对 那其实是现代人的社会 在网络世界里面 更容易出现 两个行情 对 同时都在走 同时存在 对对对 所以常委的现象是不断的成价 因为大家受的教育 生活的接触面 生活的品味 或你身边的朋友里面 你从众的行为会有 不然不看电视 也要常常 没有知识也要 要常常看电视 可是在电视里面 你其实不太相信他 你慢慢有形成自己的看法 所以uniqueness的市场 也会慢慢出现 那越有uniqueness的话 就越多的常委的市场 会来出现 好 那我们非常谢谢赵教授 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访问 那我们真的很期待 之后还有更多的机会 来跟赵教授 谈有关于其他这方面 或者是类似领域的一些书籍 那我们谢谢赵教授 也谢谢各位听众 好 那我们阅读基因会的 常委理论的访问内容 就到这边 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再会